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放英文 我是阿姆開亞斯 在中式的餐桌 我們把筷子插在飯裡面 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而在西式的餐桌 刀叉的擺放也有相對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 四個不同餐具擺放的方式 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意義 同時我們也會教大家 幾個常見的牛排到底怎麼唸 而這些字又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首先不像中式餐廳 西方並沒有共食的概念 所以都是自己吃一套餐點 那在西方餐廳中 一般會有三道菜 第一道就是所謂的沙拉或是湯品 而第二道代表著主菜 那在美國一般俗稱main course 但是在歐洲我們會說entrée 意思是進入 也就是正式的開始這一餐 那第三道當然就是大家熟悉的甜點 因此坐上餐桌的時候 你會看到正中間擺放著盤子 而左邊會垂直擺放著叉子 右邊則會擺放刀具 那在正式的餐廳中 一個人通常會有 兩到三套不同的餐具 請記得要從最外側的一套 開始向內做使用 首先第一種是將叉子 及刀子斜放在餐盤的兩側 這個是所謂的pause position 代表你必須要暫時停止用餐 但是我還會回來吃 所以不要幫我收桌子 這個是用在當你必須要去一下洗手間 或是跟朋友聊著正進性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擺放 而第二種是將叉子 及刀子 十字的放在餐盤的正中央 這個是代表ready for next dish 代表我這道菜吃完了 可以幫我換餐具 準備吃下一道菜了 而第三種是將叉子 及刀子平行的斜放在你的右側 這個是代表我已經用完了今天所有的餐點 可以幫我清理桌面了 這個時候服務生就會來幫你把刀子 叉子 盤子 通通都收走囉 最後一種是將刀子 插在叉子的縫隙當中 擺放在盤子上 這個是代表 I don't like it 意思是 當你對整體的用餐體驗 非常的不滿意 用來表達你無聲的控訴的時候使用 那這個做法是非常的不禮貌 不能在你只是覺得單一的餐點不合口味 你就這樣用喔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四種常見的牛排名稱 第一種 熱眼牛排 Rib Eye Rib是肋骨 Eye是眼睛 會這樣命名是因為這塊牛排取自 牛的肋肌部位 而Eye 眼睛呢 是因為這塊牛肉中間都會有非常明顯的油花 而有些人認為這塊油花長得非常像眼睛的形狀 那至於像不像眼睛 就大家見仁見智囉 接下來下一個沙朗牛排 Sirloin Sirloin這個字源自於法文 Loin是指腰部 而Sir是指超級 所以顧名思義 其實這塊牛排是超級靠腰 腰部的牛肉 接下來下一塊 菲力牛排 Tenderloin Tender是指軟嫩 Loin剛剛提過是指腰部 所以Tenderloin就是俗稱的腰內肉 它是肉中最軟嫩的一塊 而為什麼會叫菲力牛排呢 是因為這個字源自於法文 Philip Mignon Philip Mignon在法文的意思是指 非常好吃的一塊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菲力牛排是非常軟嫩 非常好吃的 最後一個牛小排 Plate 或是比較常見的說法 叫做Short Ribs Short 大家都知道是指短小的意思 Ribs是指肋骨 這塊牛肉是取自於牛肋骨 跟肋骨中間的那塊薄薄的肉 因為這塊肉沒有辦法變得更大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在牛排墊點牛小排的時候 如果你的盎司數比較多 它不會給你比較大塊的肉 而是會給你比較多片的牛小排 最後跟大家補充一個小知識 當我們吃完飯了 想要各覆各的 會用一個片語 Let's go Dutch 字面上的意思其實是去荷蘭 這個是源自於一個貶低荷蘭的語句 會這樣說是因為17世紀的英國 在跟荷蘭爭奪海上的貿易路線 而當時的英國紳士 都會吃完飯搶著幫對方付錢 他們覺得荷蘭人小氣吝嗇 所以用這樣的片語表達 不幫對方付錢的你 就像荷蘭人一樣小氣吝嗇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幾個 餐桌禮儀跟有趣的英文知識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留言告訴我們 你還想要看到什麼樣的內容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